心理的问题都是旁观者情 每一个人的挑战辛苦都是不一样的 但这也是为什么这个世界这么好玩 大家好我是Sherry 今天想要跟大家分享的是 我最近在Netflix上面看到的一部影片 带给我非常多的启发 也让我很感动 所以今天就想要跟大家来分享 叫做史塔兹的疗愈之道 这部影片呢 也是我的高中的学姐Charlotte介绍我看的 因为她好像也不是在排名很前面的一部影片 这部影片因为她讲的重点非常的多 所以我其实有在想 我要跟大家分享的是哪几个重点 因为在我上一支影片 就是跟大家一起设定兔年的目标的时候 其实我已经提到了史塔兹 在里面我就提到说 当你在很痛苦对生活非常迷惘 然后不知道怎么向前进的时候 史塔兹有一个很好的建议就是说 先找到自己的生命力 那除了这个之外 史塔兹其实分享了很多不同的工具 那我曾经想说录一支影片来只讲史塔兹分享的工具 但是我觉得他讲的比我会好很多 那我想要跟大家分享的比较是 史塔兹跟Jonah Hill这部影片的制片者 等于算是男主角 他跟史塔兹的关系 这部影片呢是Jonah Hill所拍摄的 Jonah Hill自己本身是以血腥起家 那现在是一个好莱坞蛮知名的演员呢 因为他过去的心理创伤 所以他之前好像也出了一点点事情 他的心理医生Stats 给他非常多的帮助 所以他希望透过这部影片 第一个让大家了解 就是说去看心理医生 去看心理资商 并不是需要被贴上标签的 并不是一件丢脸的事情 然后第二个他想要介绍给大家看 就是他非常敬爱的心理资商师 所教他的一些工具啊 影片一开始 你就可以看到史塔兹这位心理医生 他其实自己有Parkinson's disease 所以他自己的手会一直抖动 而且在拍摄的过程他也要吃药 对于一个观众来说 就是第一个让我觉得蛮震撼的点 我觉得我们的潜意是对于我们的英雄 对我们崇拜的人 我们多多少少只看到他的那一个正向的那一面 我们的投射是说 不管是看医生老师 他是非常健康的 他好像什么都知道 他自己是没有问题的 所以这部影片一开始我们发现 史塔兹他有Parkinson's disease 就是他会颤抖或者他讲话有的时候 你很明显的看到他很挣扎的 在想要控制自己的身体的时候 我觉得这个第一个就是让我觉得蛮震撼的地方 Jonah Hill其实跟史塔兹 他们的关系已经跨越了 对于心理医生来说的某些界限 我知道心理医生在受训的时候都有提到说 你不要跟你的病人有太亲密的关系 包含我在做社工的时候 做志工的时候也有被这样子的提醒 原因是当你太亲密的时候 你可能就失去你专业的角度 因为我们多多少少会将我们的期待投射在跟我们互动人的身上 那病人或者是我们在帮助的人 他可能也会投射就是希望我们扮演的是拯救者的角色 所以在这个角色拿捏跟界限拿捏 其实大家都非常小心翼翼的 那我觉得在这部电影里面让我也蛮震惊的点就是 可以看到他们还是医生跟病人的关系 可是在同时他们又是合作伙伴 因为他们一起来拍这部影片 那再来我觉得他们又有一点点像父子的关系 又有一点点像kindred spirit 就是说他们两个好像有一点点是在灵魂上面 是某些程度上面是互相怜悯 互相理解 互助的两个灵魂 这讲可能比较选 可能真的要看了影片比较能够理解 所以因为他们的关系比较复杂 看这部影片就不会觉得 这个是一个医生跟病人的故事 因为在这部影片里面 史塔兹其实某个程度上 他放下了他角色的这个包袱 因为我们可以看到史塔兹这样子优秀 这样有智慧的心理医生 他其实都有自己的问题 自己的困难 比如说他的Parkinson's 其实是非常年轻就发作了 那他有提到他自己跟父母的关系 他很年轻的时候 很小的时候 他就看到了他弟弟的死亡 那这个对他的家庭有非常大的影响 因为当这个悲剧发生了之后 他很明确的看到他自己的父母 已经没有办法再扮演父母的角色 因为他们其实真的太痛苦了 所以年纪小小的他就必须要快速的成长 那所以我觉得他这么年轻 这个Parkinson's就发作了 我觉得很多时候是因为他的人生经历 因为Parkinson's他有可能是遗传的 但是这么年轻就发作了 我觉得跟他儿时创伤有很大的关系 那上次跟大家提到 就是Lewis Hay的Heal Your Body里面 他其实就有讲说 Parkinson's disease是 Fear and an intense desire to control everything and everyone 他讲的就是说恐惧 然后非常迫切的想要控制所有外在的一切 外面的每一个人 那我觉得这样子的推理也算是合理 因为这么年轻 他就发现说外在的世界是非常失控的 很早就经历了死亡 很早就发现他的父母 其实从很慈爱的父母到 忽然没有办法扮演父母角色的人 所以我觉得他的内在是非常渴望要控制所有的 那再来就是在片中他也提到说 他其实一直都没有结婚生小孩 那制片也问他说 为什么呢 我觉得在这里也可以看到他的脆弱 就是第一个他不想要因为自己的身体的关系 变成其他人的负担 但是我觉得还有更多是他没有讲的 那在这里面就可以看到这个制片 Jonah Hill就说 以前我认为我崇拜的人 不会跟我有一样的问题 但是其实你已经变成这样子的老师了 这样子的心理医生了 你还是有自己难以克服的问题 那也把这一面拍给大家看 所以大家也知道说心理医生也是人 心理的问题都是旁观者情 所以没有人包含心理医生有一个绝对的答案 人生应该要这样子过 每一个人的挑战 每一个人的辛苦都是不一样的 但这也是为什么这个世界这么好玩 那再来一点我觉得看到这影片的重点 就是在过程中 他们两边都扮演多重角色 不管是从病人到制片 然后医生变到影片的主角 在中间其实他们的关系开始有一点变调了 那令我感触最深的就是在他们拍摄七个月后 有一天这个Jonah Hill这个制片 无其勇气终于告诉了施塔兹说 其实过去的七个月我过得一直很不好 因为以前我有问题的时候我都来找你资商 但是现在我在拍的影片是关于你的影片 然后我们好像是工作上面合作的伙伴 所以我们的角色有点重叠 这七个月我碰到问题我不敢来找你了 然后我到今天我才想要跟你坦诚 就是其实拍这部片子很不顺利 我碰到了很多问题 那我觉得施塔兹在这里说了一句话 让我觉得非常感动跟非常正确 他说了 The movie is not about me It's about you You have to let things get intimate 他说对于我来讲 拍这部片的整个动力来自于你的脆弱 这部片子就是关于你啊 就是如果你没有办法诚恳的面对你自己的话 我们是没有办法继续拍摄下去的 你一定会卡住的 卡住了也没有什么关系啊 就是说人本来就是会get fucked up 但是你诚恳面对才是重点 这件事情其实让我想起我小时候发生的一件事情 就是我妈妈在生完我妹妹的坐月子的时候呢 我奶奶曾经带我出去玩 那出去玩的时候不小心我就翻来翻去 就把我的手翻断了 所以就打了石膏 可是那时候就是还小 就说千万不要告诉你妈妈 因为她现在刚生完小孩在医院开刀 她现在不能出来 所以你去看她的时候千万不能告诉妈妈说 你手受伤她会担心哦 所以我记得我穿了一个大风衣就是那种punches 然后把手放在里面 然后那个时候是十月 可是蛮热的十月 所以呢我妈就说赶快把衣服脱啦 我就说不要不要不要 后来她说为什么你满身大汗 为什么不把衣服脱了 结果后来一把衣服脱了 我就大哭 就是长被发现了这样子 小时候很多记忆不记得 但是我特别记得这一点 就说手打石膏也没什么大不了的事情 但是我百分之百的精力都花在 我不要让妈妈看到我手打石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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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的言行举止都变得非常的诡异 对我妈妈来看说 这小孩怎么变得这么怪啊 但是一旦可以坦诚面对的时候 就是好像松了一口气 觉得啊终于可以呼吸了 那我觉得这部影片呢 这一段是让我觉得最有启发的 就是我们从组织心理学的角度来看 很多组织或者是团体的动力会碰到问题 就是我们明明房间里有一个大象 就是明明有一些很明显的事情 可是我们大家都不能说出来 那我觉得当大家都想要表现 他们最好的那一面 当每个人都在压抑 就是都不把自己担心的事情 浮在台面的时候 其实就营造了一个非常高压力 完美主义的一个社会 导致我们很多人明明看起来都光鲜亮丽 但是其实心里是卡住的 然后因为你在用力的想要掩饰某件事情 会变得你所有的专注力 都放在想要掩饰这件事情上面 你其实根本看不到什么机会 也没有办法想到自救的方式 因为太多压力在 我不可以让别人知道 I fucked up 我不可以让人家知道 我闯祸了 我不会了 所以我觉得这部影片 其实它有很多很多重点 但是这一段对我来说 真的是最深刻最震撼的 就是当他自己把假发拿掉 我说I fucked up 其实我拍片碰到瓶颈 那你可以看到话一旦讲出来 台面下的事情浮上台面以后 这个拍摄就开始比较顺畅了 史塔兹他其实有特别提到说 他跟其他的心理医生或资商师不太一样 他觉得当人很无助的时候 大家都快要淹死 想要找一块这个服务的时候 就说他不太赞同资商师或心理医生 花一段时间在给建议 他希望可以马上给正在受苦受难 很难受的人一些工具可以协助他们 在这里他也讲说 他理解为什么很多心理医生 不能那么快的给建议 那这一点我不晓得 我是不是完全认同他的做法 因为我们知道说心理医生 他有的时候必须要多一些资讯 他才能够多给建议 所以我不一定完全赞同他的说法 但是我觉得他可以给的工具 其实真的是很棒的 那第一个当然他就提到说 怎么样先找到你的生命力 然后第二个他就提出来了 你一定要知道说你内在有一个非常严苛的声音 一直批判你的声音 那他把他这个声音取名叫做part x 就是part x的存在就是 每当你想要做一件事情 这个声音就会说你怎么可能 你这么差你怎么做得了 他是一个一直不停的告诉你不可能的声音 他是一个很强大的力量 要把你塑造成一个很无能的人 那他在这里提到的就是说 怎么面对你的part x就是接受人生 人生有三件事情是一定逃不掉的 就是痛苦不确定性 跟你必须要一直的努力 就是pain uncertainty and constant work 这三点一旦你可以接受了 就是说不管你是谁都会有痛苦的 不管你是谁都会有很多不确定性 不管你是谁都没有一天是你不需要努力工作 努力工作包含努力探索自己 没有一天你会坐在那边说 我的人生已经完成了 我是一个非常有智慧的人 然后我什么都不用学了 我永远过着幸福快乐的日子 就是大家都要打消这个念头 所以在这个部分我真的非常赞同他所说的 如果大家静下心来看史塔兹这部片子 史塔兹本身是一个非常温暖而且风趣的人 但是在看的过程中 我觉得很难不感受到他生命的辛苦 还有他那种淡淡的哀伤 尤其是他得的巴金森症 就可以想象说很小他就失去了他母亲 他母亲心碎以后就没有办法给他他要的爱 当然我觉得这个一定影响到他选择伴侣 或者他没有办法 他不想要跟一个伴侣一辈子在一起 然后在过程中你发现他一直会开玩笑 然后Jonah Hill我觉得可能也是受过很多资商 就说你现在正在用笑话来逃避我问的问题 由此可见我觉得很多comedians 很多搞笑艺人很多邪心 其实是心里最痛的 因为我们可以看到当你心里真的很痛苦很难过的时候 学会开玩笑幽默 其实是你的一个coping mechanism 就是你学习可以让你继续生存的工具 好 好 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